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根据总得分将判断出你的幸福指数是多少 请开始答题 当得知 原本属于自己的角色被替换成别人时 下列哪种方式能缓解你的消极情绪 下一题 在某次机场节拍中 你的穿着遭到大众异样的评价 媒体也对你进行了负面报道 这时你会怎么办 第一个题丝毫没有犹豫 这个犹豫了很久 第一个题 不回应该怎么穿怎么穿 跟我想的还是挺像的 爱谁谁 好 下一题 在一次很重要的比赛中你得了第一名 你会觉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D 成功是因为个人的能力与努力 好 下一题 在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时 你大多数时候的自我感受是 这四个都不是那么准确 哪个最接近你的真实感受 C 觉得自己需要加把劲才行 但是没有觉得压力很大 好 下一题 领导通知你周末加班完成新工作 可是你上周的工作还没完成 这时候你会怎么想 我会推开别的事情集中做事 B 下一题 周末与家人共度时光 一般你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感觉和家人相聚的时光 总是过得很快 我很享受 B 下一题 十年到四点 想打电话找别人倾诉 你的决定是 自己想办法去排解 不会找别人倾诉吗 直接打电话给朋友 不可能的 临晨四点朋友都睡了 所以自己默默承受 谈不上什么自己默默承受 不用自己在那言苦情戏 我如果万一有一天 万一我要凌晨四点睡不着了 我就自己想办法排解 但我从来没有凌晨四点钟 睡不着过 凌晨四点我睡得香着呢 好 下一题 当你老公很长时间 没有回复你的消息 你的内心想法是 C 无需担心 我相信他肯定是太忙了 我也不会去问 你居然如此信任你的老公 那当然了 好 继续答题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 一个陌生人礼貌地微笑着 向你走来 你的想法是 其实A B C D 都不是我的感受 我的想法是 好奇怪 好奇怪 但是也不至于到 不希望他靠近那么严重 但是就觉得有点奇怪 C最接近吧 好的 继续 在拍戏期间 家人生病了需要照顾 你会怎么办 B 好的 发生过吗 发生过 我录一年级的时候 当时我们家Jagger 就是身体有些不舒服 我就是迅速地就是录完 我就赶回去看Jagger了 下一题 如果你有一头留了很多年的长发 想要换个发型 你的选择会是什么 C吧 必须听听大家的意见 看看我适合什么样的发型 我会问一下我周围的人 好的 下一题 假设你受到了外界不好的舆论 并且严重影响了你的日常生活 你会怎么做 我应该会A 让他们处理 我就会交给专业的工作人员 去处理这个事 我以为你会骂回去 我觉得没必要 继续答题 不会做饭的你 过年需要独立完成一道大财 你会怎么办 做饭呢 说B我会放弃 我不会做饭的 不会做 所以放弃 如果有一个选项是 一点外卖 你会不会选 我会点外卖的 因为我是不会做饭的 无论周围的人怎么跟我说 我都是不会做饭的 我对做饭完全不感兴趣 好 请继续 在你的演艺生涯当中 你觉得什么能够衡量成功 A吧 自己出演的作品让我很满意 首先我得自己满意 我自己都不满意 别人再满意也没用 下一题 在刚进入乘风破浪的姐姐时 在成绩上 你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 D顺其自然开心就好 跟我想的也是一样 等等 在成绩上 你对自己的要求 不和别人攀比 超越自己就好 C 这个说明什么 她的第一直觉是D 对 但是她觉得C的答案更好一点 下一题 你刚加入一个集体 对其他成员都还不太熟悉 一次活动结束之后 你听到他们在商量晚上的聚会 你会怎么办 等等看 如果方便自然会邀请我一起参加 A 我以为你会选B B 主动上前学问是否可以一起参加 我绝对不会 我绝对不是这种人 下一题 在一个周围都是不太熟悉的人的聚会时 大家都三三两两地在一起玩耍 这时候你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不主动不拒绝吧 B B 下一题 聚会结束后 一个朋友要搭你的车 你会怎么做 C 会主动问还有没有顺路的一起走 为什么选这个选项 因为都有一个朋友要搭你的车了 那其他的那些朋友 万一还有顺路的 就顺着他们就一起回去了呗 顺风车司机 对 就要送就 大家就多送一点嘛 下一题 刚进入一个集体 未来半年在成绩上 你对自己的要求是 刚进一个集体 我好久没有这种感觉 不要和别人攀比 超越自己就好吧 好 倒数第二题 你第一次成为 某活动或某团体的领导人 团队其他成员 对你的想法产生了质疑 这时 你会怎么做 C 综合团队意见和自己想法 两者兼顾 不是一个强势的人吗 其实我在团队里 不是一个强势的人 好 刘云 21问 最后一题 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父母 去郊外放风筝 由于没掌握技巧 风筝落在了路旁的一棵树上 因你的思维来分析 小男孩会通过下列哪种方式 拿回风筝呢 B 想办法拿木棍挑下来 好的 恭喜刘云 幸福21问 完成答题 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完成答题的刘云 来到演播室现场 有请 来了 我们看一看 刘云的分数到底是多少 请看 72.6婚 并没有那么高 但是评价是幸福感较好 还可以 挺好的 挺好的 就是在你的这个选择 去做题的时候 15题和19题 这两道题 其实你的这个最后 都是选的C 其实把这两道题 搁在一起看 你就会发现 它的ABCD是一样 它其实也是一个陷阱题 因为表面上看起来 就是很随心随性 但是其实内心是 对自己是有要求的 刘云真的让我们看到了 性情不是任性 她是一个性情中人 但其实她真的不是一个任性的人 综合刘云的这个 得分 在七个维度上面 有几个还是比较均衡的 积极情绪分数 还比较高了 她是当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 都能够朝着好的里面去想 首先不会给自己负能量的暗示 也不会把别人想得很坏 所以在她的世界里 相对是纯净的 所以她自我清空的能力很强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心理 比喻成是一个 一个弄大的空间的话 每天可能都有灰尘 甚至有些心灵的垃圾 她清空的能力特别好 本节目由 湘西卫视 今日头条 抖音 西瓜视频 以及新兴说联合出品 金牌橱柜 抗军厨房 呵护全家健康的金牌橱柜 独家冠名播出 西敏修护霜 专注敏感机修护31年 本节目由 国货品牌 协和西敏修护霜 特约赞助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如牛奶般润化 从一瓶协和维生素液润开始 深层滋养 修护肌肤 保湿滋润 不油腻 苏州协和药液出品 专注皮肤修护 31年 我觉得我跟她都是那种 不会 不会违背自己 真真正正灵魂 深处 方向的人 如果我跟她在一起 不合适的话 没有爱的感觉的话 我觉得我们俩是一定会分开的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 挺有个性的两个人 往往两个个性有个性的人在一块会碰得头破血流 有有有 那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上海的物量 那么难道 失望 至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